佛门说的五心又叫五昏 这个五昏这个词语 很多人都看到字都理解错了 你看那个昏字是个草字头 这个字本身就告诉我们昏不是肉 昏是植物 五样 具体的说我们中国只有四样 韭菜各种各样的韭菜 葱 所有的种类的葱 蒜所有种类的蒜 教头所有种类的教头 还有一样叫新渠 新渠这样东西呢 印度有中国没有 有人去考证这个新渠究竟是什么东西 随便怎么考证嘛 反正中国没有 有人说它是芥末 我想了半天好像这个芥末也不 也跟那个韭菜葱啊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中国只有四昏四心 为什么说学佛的人不要吃呢 不光是出家师傅包括居士都尽量少吃 这个是佛经里面有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 这个五昏 这些植物啊 它生食生春 熟食注淫 就是你吃生的增加你的称恨心 你这个会动不动就火冒三丈 动不动就会干活大旺 这个吵架 这个会增长这些习气 熟食就增加自己的淫欲心 用医学话说就是增加你的荷尔蒙 增加你的这个性激素 会让你这个人呢 头脑发热 失去理智 变得神魂颠倒 有点有点有点那个糊里糊涂了 因为是这个缘 因缘 这个佛弟子叫少吃 最好不吃 这就是佛门戒五昏的来历 因为戒五昏 所以呢 他这个人的这个整个身体到思想 他就显得特别清净很淡雅 很超脱 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你吃什么东西 这个饮食习惯 它会影响你的习气 影响你的种种种种 这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 那么有一些人提倡吃素的 包括一些不信仰佛教的人 他吃素吃的比佛门弟子吃的 还要那个钻牛角尖 甚至他的一些所谓的境界啊 佛门弟子都望尘莫及 对吧 我就亲眼看到过吃 那个素食主义者吃素啊 他就是 就是一锅清水 什么蔬菜啊 什么这个粮食啊 都煮在里面 把它煮熟了 菜油也不要放 豆油也不要放 盐 就放一点盐 什么味精啊 什么这些醋啊 什么都没有 这样就这样 非常清淡寡的这样素 讲的形象一点 吃到眼睛都要发绿了 那么素 这样的素呢 在佛门是不赞成的 为什么不赞成呢 那就变成为素而素嘛 因为佛门弟子吃素 他要讲一个道理 就我为什么要吃素 佛法说众生平等 因为爱护众生 因为提倡这个众生性平等 我们都不说人性平等了 是说的众生性平等 因为众生平等 我只是一个众生的一员 我没有这个权利去剥夺他的生命 来冲我的口腹之欲 把这个道理先 先讲通了 先理解了 那么 就没有那种杀戮之心 没有残暴之念 所以呢 吃素 他就吃得顺理成章了 而不是咬牙切齿的 憋着自己的那种欲望 看人家吃肉又不顺眼 自己在那里吃素 吃得火冒三丈的 这绝对不是的